蝦貓會貫 哈囉,大家好,我是蝦貓會貫的腕圈 今天要來聊一聊關於 女生的事 那個來 好朋友來 小紅來 月經來 到底 大家都是用怎麼樣的方式 來 承接驚血 然後 生理期的時候都是用哪個產品 嗯 度過的呢 那我本身 之前當然 以往都是使用 傳統的衛生棉 這一區 那慢慢的發現說 原來有棉條 再來進化到現在的月亮杯 月娘杯 然後 然後 呃,在生理期來的期間 呃,我也會用保潔墊 像這個 再鋪在床上 然後 濕紙巾 當然這些濕紙巾是 含有就是消除異味啊 還有就是算是 嗯,可以 捷徑 妹妹的濕紙巾 那 今天會介紹這些 今天會介紹這些我用過的 呃,東西 產品 那有 覺得 想要推薦的 或是 嗯,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 留言給我 那首先 呃,我以前 呃,最常用的就是這個牌子 靠得住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 本身 它有換過好多次的包裝 那 我記得很早以前 它 還不是藍色的 但現在就是 除了藍色舊款之外 它又有新的香氛系列 那這個香氛系列 它出了三種以上 就是草本啊 然後還有 粉紅色包裝 什麼包裝的 這個 價錢就會比以前 再貴一些些 那靠得住這個牌子 是我 覺得 呃,在所有的衛生棉品牌來說 價錢不會算太高 算中間 然後也蠻好用的牌子 然後 有些進口的衛生棉 我是覺得 嗯,效果差不多 但是因為進口關係 所以就比較貴 那像這個 Secret Day的韓國的這個牌子 嗯 我是貓控 所以我看到貓咪就會想說 欸 這麼可愛的包裝 不知道用起來怎麼樣 其實 用起來也是差不多 就是衛生棉 那它這個包裝 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像這個是L號的 然後它就是一隻 黑色的貓咪 那它用起來的效果差不多 喔 它的圖案是有帶有貓咪的 嗯 實際上用起來差不多 然後 康乃欣的浴手棉系列啊 是我覺得是 康乃欣 這個品牌 牌子裡面 算蠻好用的系列 就是因為它的 呃 這一個 這塊是康乃欣的 它 它就是一般那個 女廁外面會有 頭臂式的 大多也都是進這個牌子 但是那個 就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 它的背膠有點太黏 常常 呃 換衛生棉的時候 背膠會殘留在 底褲上面 那 這個衛生棉的話 它不會 它就是比較薄 然後是 浴手棉 這個牌子 那它這個浴手棉 也有出一個 浴手巾 就是 呃 一個是浴手棉 一個是浴手巾 浴手巾的話 這三個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那 然後我最近有使用到 一款叫做 艾康的 它的 它本身帶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那它的薄度 這邊可以看 它的薄度的話 比較偏薄 本身帶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然後它是台灣 呃 算是台灣的牌子 但是是大陸製造 然後 它的衛生棉的外面啊 這個貼紙的地方 是可以重複使用 撕開的話 再 可以再封回來 然後 再來說 衛生棉的牌子的話 衛生棉的這個 日本的牌子 很好用 因為它體積很小 然後 不佔空間 而且它的包裝 是很可愛的 但有點點圖案的 Center In 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書飛 嗯 然後 這個就是 這一款的 這個是 御手棉 艾康的話 它有四款 呃 日用夜用 然後護墊 然後有個家常型的 那每一包的價錢是一樣 只差在片數 像它 業用型就只有7片 然後日用型是8片 那 它本身如果在PTT合購版的話 是可以買到比較便宜的價錢 大概一包可以買到32塊 然後 衛生棉條 然後 衛生棉條的話 呃 它 主要也是有分量多量少型的 啊 我剛剛講錯了 這個護墊不是蘇菲 是 這個才是蘇菲 這個牌子是蘇菲的 它有 呃 它這個是導管型的 就是 拆開來會有管子 就比較方便推入 那台灣的衛生棉條的品牌 呃 就是凱納嘛 它 有分植入型的 跟導管型 植入型是 外面沒有管子 讓你推 那初學者的話 比較建議 使用是導管式的 因為植入型的 你 比較難去操作 跟 放進去 那這個 在日本買 真的便宜很多 因為台灣進進來都還蠻貴的 這個 那 呃 從 衛生棉到 衛生棉條的話 建議 呃 底褲的部分 還是放一個 護墊 因為 如果你沒有 放入完全 或是 呃 位置不對 它其實是會 筋血會外露 外露的話就會 呃 沾 大概就是沾到底褲 這樣子 呃 剛剛那個衛生棉 忘記講這個 太好笑 這個真的是我買過 最長最長最長的 衛生棉 然後 它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 看到這個包裝 就有點怜悯吧 它的是 拉拉熊的圖案 然後 而且這 抱歉 這個還不是最長的喔 這真的是 你貼在那個 內褲上面 完全會 超出 骨勾的 狀態 真的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 但是我覺得 個人覺得太長了 然後 它這麼一大包才 12個 拿一片出來看一下 它這是我買過最長的衛生棉了 你看 根本就是紫尿褲啦 然後 不過它真的包裝很可愛 然後 裡面都是 拉拉熊的圖案 那這個 完全用了 真的就是它的包子 尿褲一樣 然後 呃 生理期間 啊 如果在家裡 我會用一個 像這樣的保潔墊 它是 一面是布 然後另外一面是 防水的材質 那 生理期間 來的時候 可以把它鋪在 就是 床上面 這樣其實你在側翻 或者是 呃 剛好 那個 筋鞋滿了 那個溢出的話 它不會 直接在床單上 就是 不會流到床單上 你至少 還會有一個 讓你 緩衝的 電子 保潔墊 那其實這個 小朋友也會用到 那我們 女生生理期 來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這一個 然後 我要用 我要介紹很好用的 濕紙巾 這個是 專門 擦妹妹的 呃 這個 牌子是 韓國的 Cleanx 韓國的 書解 這個真的超級 好用的 就是因為 那個來有時候 下面會 比較 呃 悶悶的 然後臭臭的 擦了這個之外 擦了這個 就可以解除那個異味 然後也不會 很 嗯 濕癢悶癢嗎 今天這樣講 就是如果你使用衛生棉 然後又 呃 整個很不舒服的話 用這個真的很方便 就是 可以擦掉異味啊 然後也可以算保潔這樣子 然後康乃欣的 這個御手筋 是因為 呃 御手筋 是因為買御手棉 然後他好像一整組 然後有送一個這個 那我用起來 是覺得 還OK 那 可是效果就沒有 還有 這一款 那個 韓國的 書傑來的好用 然後 這個是 台灣大創 MIT 自己 台灣製造的 生理石巾 那他這一款 我覺得是 呃 就 稍微 嗯 應該怎麼講 好用神多的話 這個最好用 然後這兩個差不多 那價錢的話 台灣大創比較便一些些 然後就是 攝影期的時候 你在替換你的 衛生棉 呃 棉條 那 呃 因為他算是 呃 從體內流出 嘛 所以他會有一個 呃 濕黏的感覺 那可以用這個 濕紙巾 去做擦拭妹妹的動作 會比較舒服 因為你沒辦法說 隨隨地都有水可以沖 做清潔 那我 這 這個月亮杯 我是 先使用了棉條 那就是